大家記得分享 喜歡 分享 和訂閱 記得把這條頻道傳揚給更多聽眾 哈嘍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剛才與AC米蘭一比一打和 歐爆杯十六強的第一回合 即是說下場球 我們去到米蘭的時候 起碼要入一球球 因為被人進入 又是那句臨美香 被人進入那球是一個作客入球 亦令到原本有些少優勢 變成有些少劣勢 因為去到作客米蘭 是否一定能入球 這個都要考考大家 考考各位球員 不過這場球你問我的話 其實問心 一比一打和是一個合理的戰果 因為兩隊球 踢起來都是 可以這樣說 踢回自己擅長的東西 亦都好像我昨天所說 這場球都算是好看的 還有我想這場球 有兩樣東西我要提醒的 第一 雖然馬西亞只是踢了半場 但表現真的不錯 有一球球真的射得相當漂亮 很可惜就被當勒龍馬救了 另外就是 蘇瑟柴 在半場就已經換人 這件事都挺果斷 而且他的出場陣容都跟我們昨晚 大家的估計都有相似 不過說真的 大家要明白 拍大巴的角度 就是完場後 即是大巴的即時反應 我聽到一些評述 好像這樣說 好像馬西亞是否有傷 我稍後再跟大家跟進 究竟馬西亞是否受傷 以及換人的情況 究竟 蘇瑟柴真的是神換人 半場就換 還是說馬西亞真的受傷 即是不能持續 但說到最後 始終被人入了一球 在晉級方面 令我們自己困難了 不過回想 我們經常都在困難的狀態之下 才打得最好 所以可能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先說出場陣容 出場陣容 其實我覺得 和我們漫迷的想法相似了很多 為甚麼呢 軒仔首郎 雲比薩卡 拜利 麥佳亞 泰尼斯 竟然出拜利 這場球 然後馬迪 和麥湯 這個起碼和我的想法一樣 我記得昨天 講大家的心碎 很多朋友去做這個 相防中 然後是Buno 前面也沒有選擇 Daniel James Marchier 和Greenwood 所以 這個陣 我覺得也挺合預期的 踢到下去 我又記錄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讓大家看看 他的帥仔樣子 我們都很久沒見過 就是我們借了去 A.C.米蘭的 W仔 這場球都中規中矩 不過有趣的地方 原來去到那邊 就踢左閘的 我不知道 好像我有一兩場 見過他 有閘的 可能真的 哪裏不夠人 就哪裏他 這場球還不錯 我覺得 起碼沒有犯錯 如果沒有記錯 我沒有記錯 起碼沒有記錯 我們 就這個 對手 其實米蘭 可能 不是可能 是一定 已經是有 叫做什麼 研究過 怎樣去贏萬聯 因為 一開始 當然 我們在後面 猜的時候 他們就做這個 但你明顯看到 尤其是上半場 當我們還是有力 的時候 我們在後場 猜球 相比起 剛剛之前那場 曼城 是舒服 我們比較猜到 上去的機會 是比較多 所以這也是 說回 曼城那場 他們的押忍 真是厲害 相比米蘭 我們來說 也是一樣 前場那些 默契 或者交球 都斷得很厲害 這件事 尤其和曼城那場 有些相似 我們斷籃 也斷得很厲害 但是相反 你看到 對手 米蘭的 傳送 或者他們 猜球上前場 最重要的是什麼 去到最後 一腳 去到三集線 被全球 劏穿我們的中堅 那些 他們真的效率高一點 效率高一點 所以這件事 我一開始說 為何這場 各自踢回自己擅長 就是這樣 當然 我們比較上 要禮神 對吧 我發現 為何我們前場 的傳送 會比較差 比起之前 因為 第一 Buno被封線 其實這場 我不見 他們太多 曼城 但是 他們風扇做得好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 我們的前線球員 走位 走得不夠 或者走得不夠好 所以 Buno 就算想比 都比不了 因為他們的死位 可能 為何很明顯 看到 下半場 阿瑪 一下來之後 你就看到 Buno 比球也容易了 因為明顯地 看到 阿瑪的走位比較靈活 還有可能 下半場 一換進來 米蘭 都不太知道 他怎麼踢 所以 比較上 他容易多了些空間 所以這件事 我想要留意 我留意了一件事 Buno 其實如果自己 加上我們 一班 衝衝撞撞的球員 其實 還未能夠發揮得最好 起碼 在場面 要多一個 創作的 球員 例如 之前的普巴 或者這場球 明顯地看到的 阿瑪 變成他的 功力 都相對抑脹 因為明顯地 上下半場的分別 就是有了阿瑪 之後 Buno 流暢了很多 亦容易找人 另外 阿軒仔 說一些我們防守方面 整場球來說 我覺得他也算是 踢得不錯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在路門球方面 他就是有長有短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你永遠 球球球球在後面 就很容易被人烤死 但你見到阿軒仔 他一見到 他一見到 一兩次 他就會找機會 放一些長球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 無論是後場 猜球球 有多理想 都好 都不能夠 只能用一招到尾 所以我覺得 這方面 軒仔有一點優勢 但又是 變回林美香 和防守寫球 這次是國球 防守得不好 其實就是人家近處 搶到點 就是這樣 相反來說 我們也有球 國球是相當有威脅的 但一馬就撞處 真的沒辦法 最後 想說的是什麼 米蘭 終於見識到 因為昨天已經有朋友留言 就是什麼 米蘭那些人很容易 拼罰球 甚至乎12馬 幸好沒有被他們拼到12馬 但是他們那些 碰一碰又跌 或者還未踢到 就已經 擾飛 那些 我今天見識到了 還有 昨天有朋友告訴我 補充資料 就是新派路 Tonelini 下半場換入 在中場有一球 我覺得 阿瑪走過去搶球 我很懷疑 我沒有看回幻鏡 但感覺上 阿瑪都不知道有沒有 踢到他 他就已經 又露了氣 又躺下 結果是拿到佛球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上半場有一球 馬斯耶 在禁區裡面被對手 拉掉了 然後鏡頭拍到 他跟那個後衛 那個後衛 我沒有記錄下 叫什麼名字 金頭髮 也挺好 跟他聊天 然後 我想 不知道馬斯耶 說了什麼 金頭髮的球 我看到他 應該是說英文 Come on 我心想 你們這些傢伙 都經常跌 馬斯耶那球 其實不是很大力 很明顯是拉一拉 馬斯耶就順勢跌 這個很正常 但是我心想 你們自己的球員 都是這樣 你說什麼 兩條 OK 整體來說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 這場球 先說回入球 不如這樣 不如這樣 現在也差不多 19分鐘 因為這場球 我都記錄了幾多 那些 叫做什麼 我還預備了一些圖片 就說那些 這場球的狀況 不如這樣 開第二節 說這場球的精華 好嗎 這節到這裡 希望大家留下言 說一下你的 感受 還有說一下 你對這場球的看法 是危險的 老實說 因為我們這樣的情況之下 去到偉蘭 一定要起碼入球 才有機會晉級 但是 還是那句 危險 可能才適合我們 我們喜歡 偏向險中行 同一時間 我會放 如果你看完這節之後 再找回 我會放 同一時間 會放兩節的節目 第二節 就是講這場球的精華 OK 這節到這裡 拜拜